第五百六十四集 庐山身处各路人马震撼 楚风突然铁血起来 真嗝的杀进折叠空间 战国惊人 各方都如泥塑木雕般全都僵硬在那里 不敢相信 刚才他还在嘻嘻哈哈 让人觉得不够稳重 谁能想到转身扁 气质斗变 如神魔般雷霆出击 楚风只身杀进去 让里面血流成河 人一样麻烦 一群骑士倒在血泊中 这是怎样辉煌的战绩 一位本土进化者竟强到了这一步 许多人都懵了 这种局面远超所有人的预料 眼下骑士在哀嚎 各方都在静静的看着 那是一幕人间惨剧 草地都被染红 隔着很远都能闻到血腥味刺鼻 全都是残体 被绞杀的骑士与凶手没有完整的 长气交织 如丝如履 绵绵不绝 在那里割裂一头又一头坐骑 分解那些强大的骑士 宇文峰低吼 满头长发乱舞 眼角都要瞪裂了 呼吸法运转节 口鼻尖气息恐怖 周围的森林爆碎 他忍无可忍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 在这里疯狂出击 营救自己的这批手下 太惨了 这像是地狱般的情景 断掉的手臂 残留的小腿 还有咕噜噜滚出去的头颅 都是那些骑士的 他们还没有踏足地球住空间 就在这里隐恨 被楚风干掉 楚风 你个杂招 杂招土著 宇文峰咆哮 眼神骇人 他身边的骑士不多了 他心中发痕 真想杀出去 手刃那个人 这时畅于暗淡 那里的光束消失 因为材料不过关 许多磁石解体 都是一次性消耗品 数十位骑士 死去了三分之二还多 到如今 宇文峰的身边 只有十几个人 而且都负伤 一个个血利林 至于他们的坐骑 有缺腿的 有被斩掉尾巴的 还有身体 出白骨叉的 不少胎软在地上 已然垂死 这一意 太惨烈了 宇文峰一系人马 遭遇重创 一蹶不振 宇文峰 这位圣子 被人打掉头上的光环 失去应有的威严 被一名土著杀得灰头土脸 手下覆灭大半 这是一场震惊四方的大败 毫无疑问 这件事 会以这里为中心传到各条星路上去 他延灭受损 或许会被各方耻笑 一旦被人轻视 他这个圣子地位将几周下降 甚至在他所在的星路后方 在这一系的大阪营中 以后都可能会有人蠢蠢欲动 想去而代之 这一战对他来说太糟糕 影响极坏 宇文峰咬牙 你这么 他站在折叠空间边缘 一头光可见人的长发都倒数而起 像是倒流的黑色瀑布 从未这么痛苦过 他感觉整个人都在焚烧 一股怒烟让他都要炸开了 这样的惨败让他难以接受 同时他已经明白会有怎样的后果 哪怕并非他自己出手 但是他的部中七零八罗 这种斩绩都会算在他的头上 庐山中各方人马难得的安静 因为都有点发毛 这个楚风土著中的天选之子 太出人意料 楚风张望 见到折叠空间中的黄通 完好无损 他相当不爽 失眠人身的黄通 心思相当细腻 压根就没有接近危险地带 他成功逃过一劫 现在他谨慎而小心 站在那些骑士的后方 相当的心虚 他被吓住了 楚风的手段让他头皮发麻 太逆天了 只身一人干掉一位圣子的大半人马 不管是取巧哈 还是手段逆天 重要的是结果 土著中的天选之子大圣 这让他发毛啊 几倍都在窜凉气 总觉得惹下大麻烦 如果有选择 他还真不想坑楚风 认为极度危险 楚风牙疼 盯着黄通看了半天 这王八蛋不死 让他神色不善 狮子狗 你等着 回头非找条狗链子 拴上你不可 楚风喊道 黄通暗中诅咒 但是却没敢吭声 在楚风身边 五色大王发光 捆腹着白青 他难以动态一下 认主吧 楚风当众收仆人 没理会怒斥的宇文风 不想跟那个疯子对话 呸 白青羞愤 却也不屑 虽然被生情活诛 但不肯低头 认读服输 不想履行诺言吗 楚风淡笑低头 看着他 露出些许的杀意 这女人早已跨界成功 之前曾在山峰上起舞 而后负责接引楚风 来到埋伏圈州 他原本是一个 逍遥境的进化者 但未进地球主空间 自飞倒横 如今在枷锁十二段境地 而且他不属于战斗型人员 所以不主攻 哪怕能过来 也不敢再轻吕为敌 他现在被楚风捉住 情况相当的不妙 想让我屈服 不可能 他冷笑连连 将头偏向了一边 放开他 我们来谈条件 在折叠空间中 宇文风停止嘶吼盯着楚风 这般喊声说道 楚风依旧没搭理他 而是动作娴熟的开始搜刮 从大网中向外去密保 这女人身上原本好东西可不算少 首先是一把伞 青筋围骨 不知名的兽皮围散灭 很不凡 很可惜 这支防御力惊人的兵器 在刚才的战斗中损坏 若非这把伞 白青肯定被长玉剿断身体 死在那里 你损坏了我的伞 楚风心疼的不得了 无奈放下这件密宝 周围的人都误言 那是你的伞吗 貌似 现在是了 白青翘脸难堪 这真是耻辱啊 至于折叠空间内 宇文峰更是怒火填膺 而那十几名熬下来 最为强大的骑士 更是眼睛星红 恨不得吃楚风的肉 楚风哀嚎 这整黄金灯也坏了 痛替军列 我的秘宝啊 妖族圣女纪圈神色古怪 这家伙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 这个土著 在他提及让他追随时 他可是连他都想收的 你 白手拿开 白青愤怒 楚风在他身上落眼搜 不可避免的触及一些部位 让他又恨又怒 现在他是接下球 本身就觉得 很憋屈与耻辱 啊 我的秘宝 终于又一件 完好无损的了 楚风大喜 手中拎着一条淡金色的麻绳 这东西不是第一次见到 而且 每次他都被袭 这是捆铃绳 针对枷锁镜的修饰 异常好用 一捆一个准 敌手很难逃走 若非楚风当初借用金刚镯的太阳火精对抗 他第一次时就被韩文泽与黄威月捆住了 楚风相当满意 收了起来 难道这是智识的 各方势力都有 不过 还真是不错 接着 他又收起了一杆暗红色的长毛 宛若染着血 很射人 同时也十分沉重 这是一杆无损的重型兵器 到最后 他又得到三根鱼剑 都是兽骨打磨而成 看起来很不凡 带着可怕的煞气 要想射出去的话会很惊人 没有很逆天的密宝 但是楚风已经十分的满意 现阶段 过于超凡的兵器没办法带过来 很难垮计 至于他身上的袈裟肯定有古怪 他内运场域 断断续续 并没有彻底贯通 需要他这个场域研究者 以自身手段激活才行 一般的圣灵根本用不了 被认定是残刺品 毫无疑问 现阶段跨界后 用到的一些兵器 有部分都在白青身上 它像是个小宝库 唯一可惜的是 有些彻底毁掉 这时楚风才抬头 看向折叠空间中的宇文峰 说起来 你也前后送了我一些秘宝 真是感谢啊 散财通子 而后他又笑道 从此以后请教我多宝道人 嗯 不行 这名字不吉利 请教我多宝圣师 宇文峰鼻子差点气歪了 他成散财通子了 估计这名号会被有心人传播出去 他会成为笑柄 散财通子 这名字真贴切 妖族圣女 季轩第一个点头 带着笑意 都不带掩饰的 认可这种说法 神子机灵 黑了一声 表示有趣 这让与文峰怒火中烧 盯着那两人 他知道今日过后 他肯定要被人取笑 很长一段时间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